曾几何时提到山西梅老板 人们都会联想到一种刻板的印象 例如2022年底 一位山西民企老板豪制23.8亿 在天津南开区盘下近4万平方米的地块 一时间引发轰动 有人为了房钱的景色 修水坝硬是让黄河改道 有人一次性在北京三环内买了109套房子 还有人在2012年的时候 花七千万为女儿举办婚礼 仿佛山西梅老板就必然是 财大气粗 灰金如土的形象 然而有这么一位梅老板却不走寻常路 别人重金寻乐 他种葡萄树 他选择扎根宁下戈壁滩 投资六个亿在荒漠中种葡萄 留金起扬言 给我十几年的时间 我把这里改造成一片绿洲 这件事公开后 许多人嘲笑他人傻钱多 如今17年过去了 他怎么样了呢 曾经的荒漠有没有变成绿洲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早年的刘金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苦孩子 上个世纪50年代 刘金起出生于山西大同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 一家六口人 依靠父亲做挖煤工赚来的那点辛苦钱勉强度日 常常是一日三餐难以满足 生活过得可谓艰难 在这样的环境下 年幼的刘金起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 不得不放弃了学业 16岁时也以煤矿工的身份进入社会 煤炭工人的工作可不好做 除了工作环境潮湿 灰尘大 昏暗 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危险性 每个省的煤矿工人死亡指标 就能很好地说明这点 刘金起干了一段时间 意识到这份纯苦力的工作没有前途 于是他开始利用上工的空闲时间学习 希望能找到机会摆脱贫穷的束缚 好在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上世纪90年代时 刘金起已经是他所在煤矿的技术组长 属于单位的领导 有着不错的收入 最重要的是 不用自己下矿井干活了 然而这时煤矿行业发生了动荡 面对一天一个样的煤矿价格 不少煤老板对煤炭市场失去信心 纷纷抛售煤矿 刘金起却逆流而上 他相信煤炭价格将会回升 煤老板们在低价抛售 他就借款20万元趁机买入 就这样 刘金起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煤矿 命运如同头子 有时赌注背离常理 刘金起的赌注是正确的 成为煤老板的第二年 刘金起的煤矿里挖出了 有着 煤中的劳斯莱斯支撑的无烟煤 劳斯莱斯那是何等尊贵啊 靠着高质量的无烟煤 刘金起一下扭转了煤矿亏损的局面 挖煤挖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 也许是老天爷眷恋这个苦命但努力的人 接下来的几年里 在国家政策的加持下 煤炭行业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刘金起抓住了这个机会 将自己的产业从一个煤矿 逐渐发展到八座煤矿 外加十个港口 一时间 它成为了当地文明的煤矿大亨 身价数亿 突然有了下辈子也花不完的钱 不同于其他没老板的爆发户作风 刘金起还是那个山西大同 农村里走出来的穷小子 他保持着朴素简单的生活习惯 不穿名牌 不带名表 始终提醒自己务实和低调 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大老板 但另一方面 贫穷的出身也限制了刘金起的认知 在一次聚会中 朋友拿出了一瓶葡萄酒 酒瓶上一堆奇形怪状的杨文 刘金起也看不懂 但尝了一口之后 身为门外汉的他 也觉得这瓶葡萄酒 比自己喝过的要好上不少 你猜这瓶酒多少钱 朋友故弄玄虚地问道 得有大几千块钱吧 两万 朋友抿了一口酒接着说道 中国就酿不出来 这么好的葡萄酒 刘金起听完一声不吭 无形间在心底默默埋下一颗 做葡萄酒的种子 2006年 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通过 标志着西部发展 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时代的潮流下 宁夏推出了葡萄长廊的项目 但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 只好放出宣传片 在全国范围内招商引资 这个宣传片恰好被刘金起看到了 勾起了他多年前藏在心底的想法 于是伙同几个朋友 刘金起来到了宁夏的省会 银川 这一年他五十岁 银川被称为黄河金暗 赛上明珠 是传说中凤凰的栖息地 等到真的实地考察时 看着面前荒芜的戈壁滩 和极度匮乏的基础设施 风沙中的刘金起陷入沉思 凤凰就住这破地方吗 同行的企业家们 也不看好这个葡萄长廊的项目 毕竟条件太差了 而且所需投资大 回报周期长 换句话说 傻子才投资 来吃个蛋吧 每煮鸡蛋 打破了刘金起的沉思 原来当地村民看到他来 想邀请他进村休息一会儿 在和村民的交谈中 刘金起得知 当地人的年收入 不过一千来块 很多家庭温饱都没解决 孩子尚不起学 几枚鸡蛋 已是村民最高规格的 欢迎仪式了 刘金起仿佛看到了自己 他想自己赶上了风口 做几十年煤矿 挣了那么多钱图什么 亏本就亏本了 至少能帮当地人 改善一下贫困的现状 不是吗 我来投资开发葡萄长廊 下意识里 刘金起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旁边的企业们 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们不敢相信 刘金起的决定 不敢相信 这世上真有这样的傻子 刘金起可不是傻子 其实他之前就了解过 宁夏地处高原 昼夜温差大 很适合葡萄的生长 而且这次项目所处的位置 正好在世界葡萄种植的黄金线上 与法国波尔多葡萄园维度相似 好的葡萄酒都是七分种 三分酿 刘金起相信 将眼下的困难克服之后 他会收获中国前所未有的葡萄酒 加酿 事实确实如此 但克服这些困难 刘金起还需要再耕耘八年 说干就干 刘金起将自己家中的产业交给儿子 花三千万承包了七千五百亩的土地 准备大干一场 他和农民们一起下地 风沙大没法做饭就一起吃磨 但很多事情并不是肯吃苦 愿意努力就能做成的 第一年 由于缺乏经验 刘金起投资数百万的葡萄苗 都被大风刮走了 一夜回到解放前 刘金起痛定思痛 他认识到不把环境问题解决好 是种不了葡萄的 于是他大手一挥 买来两百万棵白杨树 围绕着葡萄园和附近的几个村子 建起了防风带 解决了风沙大的问题 然后又大手一挥 调来一百多辆挖掘机挖水渠 引黄河之水过来浇灌葡萄园 就这样也解决了缺水问题 在财大气粗的山西梅老板眼里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这下总该没问题了吧 刘金起心想 然而话不能说得太早 没过多久 刘金起的葡萄苗又一夜死完 吃了没有经验的亏 还好经验也是可以花钱买来的 刘金起请来了最好的葡萄树专家 在一番勘察后 专家给出了葡萄苗死亡的原因 冻死 宁夏的冷凉气候确实适合葡萄的生长 能够很好地保持葡萄的酸度 和慢生长的葡萄风味 但这对葡萄苗来说 却是灾难 为了培育出耐寒耐寒的葡萄苗 刘金起带着科研团队 来到法国的葡萄酒庄园学习 当刘金起带着培育好的葡萄苗再次回国 终于他的葡萄园迎来了第一次丰收 他的葡萄颗粒饱满 颜色鲜艳 比寻常的葡萄填上不少 至此 刘金起距离成为 葡萄酒大王的路已经走完了五分之四 他已经是葡萄大王了 然而最后五分之一也是最困难的 因为刘金起还不会酿酒啊 本着能花钱解决 就绝不省着一贯原则 刘金起很快组建了自己的 葡萄酒梦之队 以色列的设备 法国的庄园管家 农科院的科研团队 报价最高的项目桶 因为多年前朋友的一句话 刘金起发誓 要让中国的葡萄酒成为世界第一 为此 他已经花去了六亿人民币 和自己的八年时光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4年的一天 在宁夏赫兰山一间大厅里 刘金起酿的酒 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出生仪式 随着瓶盖的开启 酒香瞬间充满了整个大厅 闻着这醉人的香气 刘金起知道 他成功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十多名品酒师 品着刘金起的葡萄酒时 不住地发出惊叹 口味甘醇 得天独厚 完全不输布尔多的葡萄酒 别太吃惊 这才是刚开始 一年后 刘金起将带着他的 贺兰山葡萄酒 让世界上的更多人为之惊叹 然而当下 虽然刘金起的葡萄酒好 但没有知名度 国人还只知道 外国的葡萄酒品牌 所以刘金起的葡萄酒 上市之后销量奇差 原来酒香也怕巷子深 这时 刘金起的朋友 给他提了个建议 为何不给自己的葡萄酒 弄个外国包装 度个金再来卖 价格能翻好几倍呢 刘金起大为生气 尽管自己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但没法接受 自己花尽心血酿的 中国酒变成洋酒 他正发愁 自己这么好的葡萄酒 卖不出去时 另一边又遭到了 来自家庭的压力 八年的时间 看着丈夫将资产一股脑袋 往葡萄酒产业中砸 却仍没有回报 刘金起夫人积累的怨气 爆发了 他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在涉及让中国的葡萄酒 成为世界第一 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 刘金起没有妥协 他继续变卖家产 给自己的葡萄酒做推广 在十几个一线城市 设立直营店 但效果都不是很好 直到2015年 法国吉伯特国际红酒 挑战赛上 刘金起的赫兰山葡萄酒 作为一匹黑马 在12,450种葡萄酒中脱颖而出 拿下了当年的金奖 刘金起的酒终于火了 当名声带着无数订单飞向刘金起时 人们知道他等到了他应得的成功 而此时的刘金起又在酝酿着新的计划 刘金起用了八年的时间探索 从零到一的研究出了宁夏酿造葡萄酒的全部流程 他的葡萄园区也从起初的7500亩 发展到了3万多亩 还解决了当地成千上万个贫困户的就业问题 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刘大善人 可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怎么样才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呢 刘金起计划分出自己一半的地 给其他有意从事酿造葡萄酒的人 不仅如此 他还愿意为钱来投资的人 提供设备、人员、技术 无偿分享自己的技术 因为越与人共享 这份事业的价值就越高 如今宁夏已经拥有55万亩的葡萄种植园 以及200多个酒庄 这一切都离不开刘金起的努力 有人问他 葡萄酒做到现在还赔着钱呢 你后悔吗 刘金起笑了笑说 不后悔 一七年的艰辛耕耘 六亿的巨资投入 他将一片贫瘠的戈壁 变成了绿意盎然的葡萄园 用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无私的奉献 打破了外国在葡萄酒行业多年的垄断 打造了一张纯香甘甜的中国名片 然而 刘金起的事业又何止是一杯杯美酒 他更是一份份就业机会 使当地居民从年收入4000多元 涨到了5、6万元 还富于民解决农民贫苦的现状 他是这样说的 更是这样做的 他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上万个工作岗位 为无数家庭带来了希望和温暖 而中国正是由于有众多 像刘金起这样有担当 有使命感的人 才被建设得越来越好 刘金起们用自己的行动 身体力行的诠释了什么叫做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